你们有吃过曹氏亚伯吗 挑战曹氏电台啦 怎么会有这么红的东西啊 哇 现在真的有点伤疤 醉唇 还有舌头已经完全拔了 前几天的外卖APP点开 我都以为是我没联网 还没划两下就到底了 今天终于恢复正常了 点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曹氏七七八 这里已经装了一盘了 还有一份面 哇 这个面的颜色看着好辣 跟火鸡面有的一瓶 给它倒进去 今天挑战曹氏电台啦 一直听说它的威靡 今天就让橘子来挑战一下 鸡腿先来一口 它这个辣 但没想象中那么辣 是卤过的那种鸡腿 味道还可以 是蛮香的 是蛮香的 你们有吃过曹氏亚波吗 真的蛮香的 哇 一下子就上头的感觉了 感觉我嘴巴已经中枪了 频频发麻 又麻又辣 但是完全停不下来 这些不行 这个感觉就是越回味越辣 克拉真的是太辣了 感觉我要拜倒在它的十六群底下 给你们看它的花菜 我一直都觉得这红的好不真实 怎么会有这么红的东西 它之前可是白的 这些紫像实在吸的太多料了 感觉一停下回味就好辣 我感觉我额头已经开始冒汗了 越吃越辣越吃越上瘾 我这碗里面点的真的不老少 鸭脖 底下泡的这些鸭脖 还是烫烫的 肉烫又辣 太辣就加倍了 其实卤味 肉会稍微好一点 其实卤味 肉会稍微好一点 听着超入味的欧皮 哇 现在真的有点上头 嘴唇 还有舌头已经完全麻了 感觉这个蜡是暗自乏力型的 别看藕好像是这种刀枪不入型的 它上面吸的蜡一点都不比任何一个菜少 山药 外面脆脆 里面黏黏 山药好新鲜 香菲尔园之前的这些 山药是最不辣的 山药还可以 你们看 我 上面这个红 陶氏特辣真不热 随随便便能挑战 但是说了挑战 绝对不能给浙江人丢人 接下来是辅助 第一口进去吃感觉还行 越吃到后面越觉得不太行 土豆片的辣 一片一片辣 我真没骗你们 这真是变态辣的 你们看这印出来的这个辣椒 我们的简直太不适人了 我感觉这个辣对我来说 确实有点超高 我好像是真的觉得很辣了 我就会狂打嗝 现在疯狂的在打嗝 现在的辣度已经不是一个等级了 就来一大口 我觉得如果有外接来的朋友 微辣就可以了 狂分一口水 口水不停的再往外溜 好啦 那现在这点 我待会看剧的时候把它再吃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们看到这里 一定要给橘子点赞 评论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 一定要好吃饭 点赞开心 散会